好,來,第六排,第五排,討論先暫停 那同學來看一下這一題,請問 暫停國中的認知底下 s 四次方,減掉8s 三方,加上25s 四方,減3s 加上10 如果這個多項是,我要求2.001 你真的要把2.001算四次方嗎? 再來,如果要求3.001 你有打算,把它算3.01的四次方嗎? 我們應該不會處理這件事情 那我們處理這件事情過程當中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一個多相似的表示方法會非常多 那符合這樣的形式叫做,坐標比例 當我們在,我們處理幾何的過程當中 打個比方,我們遇到什麼? 兩倍的s-2的平方,加上3 我去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它的中心點可能在23 我可以畫一個新的座標 一到哪裡?一到23 所以頂點就變成多少?變成00 那所謂的四次多項是 四次多項是,看起來s-4 可以數點,理解多少 這會是你知道的 好,再來 我們先來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我可以透過比較簡單的形式 坐標比例的話 那會簡單很多 那我們簡單知道我們最後的目標 應該會變成這樣 多少,乘以多少呢? 我們要2.001-2的四次方 加上括號2.001-2的三次方 再加上什麼呢? 再加上0.001的二次方 加上多少乘以0.001 加上常數項 那如果轉換場這樣的形式 就會簡單很多 是吧? 所以我不是在剛剛上一堂課做一個工程 做什麼呢? 我們必須要懂得怎樣做 坐標比例 那這樣的文字 這樣的數字太大 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用簡單的例子做切入 那簡歷的目的叫做化繁為簡 OK 那同學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化繁為簡 那同學以後說過 你會有一個團隊 你會有四個人 立志從高一到高三 你會有一個團隊 遇到你的問題或是當中 你記得 當我們解決比較難的問題本身 不一定要從南的問題做切入 如果你是善已交別人功課的過程 你不要花太多時間去處理這個 四次方 的問題 你可以用比較簡單的題目做切入 當簡易文揭入之後 我們到最後會發現一件事情 例例9 類例17 類例例3 犯例10 類例一例9 類例例20 你就会全部解开 所以记得一个团队 做那个领导的最重要事情是 你做什么样的过程当中 你有办法把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 好 我先从这里开始 刚刚我们所说的 来的屏幕是 F of S 等于 S 的方 加 S 加 1 要求什么呢 求第一个 F of Dosa 呢 按照这里好 2.001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选用的方法叫做 定义变量法 A 倍的 S 减 2 的平方 加上 B 倍的 S 减 2 加上什么呢 加上 C 这是我们要用的 那我们刚刚说过 求出 A B C 可以选用这种方法呢 用这种数法 那要除几次 要除两次 那请问你如果遇到四次方 你要除几次 你要除四次 那你就会发现 我的答案子 格子就这么小 所以就会这样 就会站住反面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算 来我们来算算看 这里的是 1 1 1 除四为什么呢 除四为 S 减 2 所以用 2 来算 来 一带进了 1 2 2 加上 3 3 2 2 6 这个数字得到 7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值得到 7 好 再来 再处理第二次 来 这个会等于 C 再来 再处理第二次的话 我们用 2 来算 1 放下来 1 2 2 2 这数字得到 5 什么意思 来 这个等于 1 这个数字等于 5 这个数字等于多少 这数字得到 7 那 2.002 那 2.002 同学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会变成 2 2-0.2 再进来的话 就会变成 2.001 减掉 2 的平方 加上多少呢 加上 5 倍的 2.001 减掉 2 加上多少 加上 7 请问您 如果转成这样的形式 有没有机会 心算 或者一眼看出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应该是可以的 好 那同学合作 请处理一下 第二题 跟第三题 我先暂停 好 再来 评委上来办法算一下 来 讨论先暂停 来 评委要办法算一下 S 平方 加 S 加 1 如果要在 3.001 我也要多做 座标转换 加入什么方法 那你就刹单来跟他讲 你要对着镜头讲 就中的厨房 然后 接下来 然后 接下来 可以 成长的 礼物 五花 现在 进行 练乡 变成 您 充分 每个人 都 们 核 提出 我们 我们 参加 最后再总结一次 把你写东西 因为刚刚在写里在讲 在边写边讲 两边就不在讲一遍 来B7来头都先暂停 以那个他们的声音为主 好来讲一次 就用综合图把这样子算出来 A等于1然后B等于C到C等于3 然后这样子 把那个C数再继续讲就好 好图长 好 好 好 那 OK 所有的同学算到这边都可以继算13 加上多少 0.007 加上多少 0.001 一直到小数点 0.001到小数点 叫第六位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算 那再来是下一个问题 来 请问您 书本上还有什么问题呢 他还有所谓0.49 类似的问题 还有我看一下这里 我先问一个问题 这里面题目我给的是0.334 请问你 0.334乘以几倍 可以接近整数 3倍 3倍 所以当我把0.334乘以3倍减掉1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数字 然后怎样 再来继算 所以这个题目 所以这个题目我想待会我们所遇到的第三题 我们要求的是 好 来我把它写在这里 来第三题的结构应该会长成这个样子 我们希望求出0.334 那他的结构应该会变成这个样子 3乘以多少 0.334 减掉几 减掉1 0.334 对 等平方 加上多少 乘以多少 好 乘以0.002 然后再次 这应该会一个习数 好 应该会多少 乘以0.002 然后加上常数 这应该是我们要的最终的目标 好 那要得到这个目标的话 同学仔细看 如果我们通过变数变换 我们要怎样 转型这样的形式 来 这个式子应该会变成A倍的 3S减多少 3S减1的平方 加上B倍的什么呢 3S减1加上C 我想这是同学试着要去做的 好 再来 那我们待会先不出一件事情 那记点事情 那同学在求ABC的时候 事实上你用长处法会比较清楚 ABC的习数是不是 用重的处法你就要清楚 每一次做完之后都要除以多少 都要除以3 要不然你的刷会出问题 先暂停 OK 好 再来 那针对同学的话 你发现B9你是可以解决的 然后B17也会可以解决 再来B18 那B18的话 事实上我们看一下这里 那同学记得一件事情 来 B18谈的事情 它说 S平方加S加1除以什么呢 它被S减2的平方除之 的余式为何 事实上前面都代表S减2平方的倍数 所以后面这一串 就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余式 那同样的手法 我们知道这一题 如果题目问你 它被S减2的三次方除之的余式为何 那对同学来讲 就会是 后面的部分应该就是 A倍的S减2的平方 加上B倍的S减2加上C 后面那一串 就会是余式了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重合厨房 统八方 连续重合厨房 基本上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当我们到时候遇到 学测的题目 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 问题就是它减大一个整数 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数 那也会到0.333 那0.333乘以3倍之后 就会非常接近1 那我非常接近1 扣掉1之后就怎样 就很小的数字 以这个为例 来 范例10是这样子 要求F0.49 好 那我们就要教心法咯 那心法就是 它求的部分 0.49 那同学请问 0.49乘以级 会非常接近 最快接近整数 2 所以当我把0.49乘以2之后 就会得到多少 0.98 那0.98扣掉1之后 就得到一个什么人 会得到负的0.02 所以事实上我们最后的答案 应该会知道 这我们希望得到结果 就是负的0.02的四次方 再乘以A 然后最后知道 B乘以负的0.02的三次方 那就是负的0.02的平方 加上珠乘以0.02的加上1 那ABC珠一定是什么数 一定是整数 那考试会告诉我们 只要求到小数点下 第三位 第二位 第一位 那我这个划下来之后 发现如果B很小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会到小数点下 第几位呢 第八位 如果B不是太大的数字 我们知道前面是通通不用算的 所以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我或许只要求后面几项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重的厨房所用的方法 所以这件事情 那有句话你还是听进去 记得合并在一起 绝对不是拿聊天的 那记得教别人问题的过程当中 你们以后要学会 当有A问B问题的时候 A可以身为一个好协助的 你要记得的事情 你要教别人问题的本身 不要先从有繁琐的问题去教他 因为他去处理事情太繁琐 所以在教别人懂的过程当中 可是老师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老师我这一句听不懂 老师就偏偏讲这一句给你听 他讲你变三变四变你还是听不懂 没错吧 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不要 因为问题 我对问题可能靠在计算的问题 我想学的是重门厨房做什么 那他为什么要做连续重门厨房 然后再来第三个结构 他题目是怎么设计的 如果你明白清楚知道题目设计的话 那这些东西只不是我要学这个主题的终点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他所设定的终点当作起点呢 再讲一次 你东区上课常常听不懂的原因很简单 老师在编团讲义的过程当中 因为可能是种复习或种种因素 他总是把我们要做的终点当作起点 那你就经常会听不懂 那你整个读书 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终点是什么 那前面总共还有几关 这你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这些事情 不管我们过去数学怎么样 都有些时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学习过程当中 你怎么避开这些事情 然后记得你的阶梯很高 你判路上去也不会是你的问题 因为不管阶梯再高 我们都可以做比较小的阶梯 让你一步一步爬上去 今天不管你能不能独立去算这些事情 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在你答案里面 并不会有个意思说 这个东西这么难 我怎么可能会 从这些事情上次有个满级分的题目 这里面 这个也不会到满级分 要十级分的题目 事实上我们到最后面 看一个 类点21 也是一个满级分的题目 好 那同学我们看一下这边 我们做一个铺陈 我们来请一下范例11 可是范例11 基本上也不是一个太简单的题目 好 剩下的短暂时间 我们来处理范例11 我怎样将会你范例11 怎么将会你叶例21 这是我们10分钟能做的事情 我们继续看 好 先暂停 这件事情 请问 如果一个 来 你看一下 真正一个多项是 题目是这个样子 他的题目是 S4次方 加上 那个讨论先晚一点 我先教你这个 遇到这些问题 你该面对的是什么 好 加上4S平方 加上4S 加上5 来 第一个命名 请问你 如果 我要把这个多项是F S 去除以S平方 减2S减1 请问你 你OK吗 应该可以吧 因为用操作法 就可以解决问题 好 那如果透过这个式子 我们会得到3为 S平方 加上6X 加上17 这是OK的吧 对不对 再来 第二个观念 这里面的余数是多少 余数是44X 加上多少呢 加上22 好 可是同样的问题 对同学来讲 你就不太清楚了 好 这个是假设 这是果中的命题 好 假设命题1 不存在 我们要求什么呢 要求F OF 更加2 加1 请问你 你OK吗 事实上 如果时间给你足够 反正会考会有一点比较难的 跟你10分钟 你能不能算出来 可以的 你记得 你OK的 你绝对可以 因为你绝对算得出来 因为你只要努力的算 平方 算三方 算四方 带进去小细计算 你会得到分数 没错吧 好 再来同样的题目 我再往下延伸 那如果题目变成多少呢 题目变成 是 根号2 减1 分之1 请问你 针对这样的命题 你OK吗 好 有理化分 可以得到上面的四字 那上面四字的话 我就可以变成 根号2 加上1的四次方 加上四倍的 什么呢 根号2加1的三方 我只要用余工以三的精神 应该可以展开 如果计算还可以的话 所以 在我的认知 我们这样的认知里面 这个是OK的 这个勉强是 OK的 带回去算 所以因为这个主题跟这个主题是怎样 是一样的 再来看下题目的结构 题目的结构 下一题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什么呢 根号3-8分之1 很多人就开始这样 不OK的 对不对 因为不知道这里怎么办 所以你记得你遇到的困境 并不是你不会于事并遇 也不会什么东西 你关键是什么 你不会也是双重根号 那双重根号 我先从这里左手 请问你 根号2加根号3 我们取平方会得到多少 2加2更号的 会得到5 加上2倍的什么呢 根号2 好 再来遇到这里 好 这里根号2加根号1 前加后乘 前面是多少 前面是2加1 加上2倍的什么呢 2乘以1 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 他有口诀的 好 所以事实上 我们遇到一件事情 我们根号 a加根号 b的平方 分得到什么结果呢 分得到结果就是前加 a加b加上2倍的什么呢 ab 好 所以事实上 根号8 就会变成根号3 减掉2倍的根号2 那我们的口诀前加后乘 这里会得到 a加b 这会得到什么呢 a乘以b 所以你就会知道 a的数字是1 是2 b的数字是1 所以就会知道 跟他2减1 好 就会知道什么呢 你就会知道跟他2减1 因为放在分母 就会变成跟他2减1分之1 那这个4就变成什么呢 跟他2加1 好 这个是我们题目结构 可是我们计算这个过程当中 不会这样子算 因为如果你去参考解答 他什么都没做 他就会把 会把跟他2加1 直接带进这里的答案 我们最终会 你看解答会写的 44倍的什么呢 根号2加上1 然后再加上 应该是40 然后加上多少 加上22 我想就是这里要的答案 44倍的根号2 加上66 可是我讲这些 你就听不懂了 你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 好 那我们谈一件事情 好 这里面会涉及到 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跟他2加1 是谁的根 我们用的说法是这个样子 我定s减多少 跟他2加1 一项之后得到什么呢 s减1等 更好2 来两边平方会得到什么呢 s减2 x 加1 2 就会得到s 平方 减2 x 因为是 我写错 我写错 这里有 这里减 减掉1 所以实际上 当我们方程式 这个多项式变成s减2 s减1的话 实际上 跟他2加1 是他方程式的根 所以 当我这里要求 跟他2加1的时候 就会变成 0 乘上一些数 加上什么呢 加上后面这一串 44 乘多少呢 然后2加1 加上22 好 这就是他的全部的结构 好 大家今天怎么就看到这边 好 下课 下课